弗兰茨卡夫卡邻居 我的生意完全依靠我个人支撑 办公室里有两位女士使用打字机和商业账簿 我的房间里有办公桌 收银机 咨询桌 俱乐部以和电话 这就是我所有的工作设备 一切都很简单 易于管理 我还很年轻 生意在我面前蓬勃发展 我没有抱怨 没有抱怨 自从新年以来 一个年轻人租下了我迟疑太久而未能租到的隔壁小空房 那也是一个有前厅的房间 此外还有一个厨房 房间和前厅我本可以用得上 我的两位女士有时感到负担过重 但我要厨房干什么呢 这种琐碎的考虑导致我失去了这间公寓 现在这个年轻人住在那里 他叫哈拉斯 他到底在那里做什么我不知道 门上写着哈拉斯办公室 我进行了调查 有人告诉我 那是一家类似于我的业务的公司 在受信之前 人们不能直接警告 因为他是一个有前途的年轻人 他的事业可能有未来 但也不能直接推荐受信 因为目前看来他似乎没有任何财产 这是当人们不了解情况 时常给出的回答 有时我在楼梯上遇到哈拉斯 他总是非常匆忙 几乎是擦着我飞快地走过 我其实还没有真正看过他 他手里已经准备好了办公室钥匙 他立刻打开了门 他像老鼠的尾巴一样滑进去 而我再次站在写着哈拉斯 办公室的牌子前 我读这个牌子的次数 比他应得的还要多 那些糟糕的薄墙 出卖了诚实工作的人 却掩护了不诚实的人 我的电话安装在与邻居隔开的墙上 但我只是将其作为特别讽刺的事实提出 即使他挂在相对的墙上 在隔壁公寓也能听到一切 我已经不习惯在电话中提及客户的名字 但不需要太多的聪明才智 就能从对话中不可避免的特征性转折中猜出名字 有时我因为不安而在电话旁点着脚尖 耳边握着听筒 跳舞 却仍然无法防止秘密被泄漏 当然 这使我的商业决策变得不确定 我的声音变得颤抖 哈拉斯在我打电话时做什么 如果我要极度夸张 但这通常是为了让自己清晰 我可以说哈拉斯不需要电话 他使用我的 他把他的长沙发移动到墙边倾听 而我呢 电话一响 就必须跑去接听 接受客户的需求 做出重大决定 执行大规模的说服工作 但最重要的是 在